这是印尼猎人抓捕三嫂的精彩画面 只见一名猎人猛地抓住三嫂的尾巴就往后拖转 可是三嫂毕竟是练甲子 一个反咬就吓得猎人赶紧撒手松开了三嫂的尾巴 众人吓得手忙脚乱 幸亏还是刚才那名猎人眼疾手怪 一把就又抓住了三嫂的尾巴 三嫂感觉非常生气 不停地张大嘴巴捍卫自己的尊严 可是尾巴被猎人死死抓住 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连摄像小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拿着个破摄相机不停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只想给三嫂多拍点黑白照片 可是三嫂哪能惯着他呀 一个呲牙咧嘴就把他吓得差点摔倒在水里 太气人了 三嫂不停地张开大嘴发出嗷嗷的嘶叫声 想试图吓走这帮龟孙子 可是猎人们一看就是三嫂的近亲 对他的脾气是了如指掌 根本不惧三嫂 其中一名大爷还想用塑料袋蒙住三嫂的脑袋 趁机偷袭三嫂 幸亏三嫂脑袋灵活 没有中了他的圈套 急得大爷摘下自己的帽子 对着三嫂就是不停地呼扇着 太欺负人了 由于三嫂的尾巴被后面猎人死死拽着动弹不得 猎人们根本不拿他当盘菜 气得三嫂是敢怒不敢言 没想到拽着自己尾巴的这货还想调戏三嫂 用手不停地划着泥水竟让三嫂喝 气得三嫂一个猛扑就从他手里挣脱了 三嫂这一跑 差点把这帮孙子们吓尿了 这要是被三嫂吃溜以后 那可是八人一拙 索那连吹七天都玩不了的事 幸好后面的猎人有勇有谋 一下子抓住三嫂的尾巴就将他拖了回来 三嫂的这一击降法 成功让猎人对他起了放生的念头 一把抓住他的脑袋就将他成功拿捏 可是不是刚才还说放生呢 怎么不放生呢 那估计是你听错了 是放生将大算的声 最后猎人将三嫂一把扛起来就朝回家方向去了 那么你觉得这名猎人好不好哼